台積電今天法說可是股價卻陷入了千元保衛戰 偏偏盤後 法說交出來的成績又這麼這麼亮眼 等一下有很多問題要請世聰帶我們來觀察 我們先看到整個背後源自於市場連續挨了兩極重拳 除了川普提出的要台灣繳交保護費的說法在發酵 拜登更狠 他要更加強力道對中國展開晶片的管制 因此不止台積電 沿埃斯摩爾到揮答所有你想得到的晶片股相繼倒地 台積電今天守住了1005最後跌勢收斂 但是世聰告訴我們 當他法說交出第二季這麼亮眼 超乎預期的獲利成績 台積電股價我們可以拉回找買點嗎 對 我覺得拉回找買點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短線上面來說 的確因為美股昨天出現一個重挫 特別是在科技股本身 那麼就講事實上今天的台積電來說的話 最低我們都說破千是一個好買點 他最近來到986塊 然後在千元以下其實還排斷了一段時間 今天要買到千元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就後來尾盤還是拉上來收在105塊的這個價位 好那我們重點當然是在盤後公布的數據 他今天第二季的這個公布的第二季的盡力是2478億 年增13% 即增13.6% 然後年增36% 全部都是打敗市場的預期 然後EPS9.56也是從期新高 毛利53.2 然後3奈米已經佔比15% 5奈米佔比35% 7奈米佔比17% 都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另外包括說他對第三季的這個看法 甚至全年的看法 全年的看法他現在已經把整體的這個營收的這個目標 調高到成長月末是24到26% 那同時之間他說2奈米也會如期的這個進行 同時也上調了資本支出 從原本的280到320 調高到300到320之間 這個一個區間 所以往上調升 資本支出往上調 然後同時說這個Covers還是一個公補應求的這個狀況 基本上來說 他的這個法縮會是比較偏樂觀的這個版本 那所以我才說 如果真的假設股市出現 因為現在問題不在台積電本身 現在問題是在全世界的股市在大震盪 被兩個人害到 一個是川普 一個是拜登 所以他自己本身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講為什麼昨天 這個美股會出現大逃殺 跟這檔股票非常大的關係 那就是艾斯摩爾 因為艾斯摩爾公佈第二季的營收 其實2224億 激增18.2% 其實比於市場預估好 他第二季都非常好 但是他說什麼 他說第三季的業績的恐怕不如市場的預期 那尤其是他也說 他接單也是擴增到55.7億 還是不錯 但是就是講 那第三季業績不如預期 所以盤潛的時候他已經出現一個大跌 然後領跌很多的設備再跌 那沒想到又傳出這個消息 因為拜登要求什麼 日本荷蘭等等半導體公司 加強限制跟中國的這個晶片貿易 那如果持續讓中國取得先進晶片的話 美國要討略動用所謂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的這個措施 就是你完全不可以跟他交易 那當然了 艾斯摩爾首當其衝 所以昨天晚上其實不是艾斯摩爾重挫 艾斯摩爾跌了11%之外 美國的應用材料 美國的柯林柯蕾其實都是重挫十幾% 所以其實昨天的這個鎮央中心是在設備業本身 那甚至連這個日本的這個東京威力科創等等 也都是出現重挫的這個狀況 但是還是跟台積電有關的 是川普說的這句話 因為川普接受這個專訪的時候 他說台積電拿 我們台灣拿走了晶片上面的這個全部的晶片失業 加上距離台灣 這個中國距離台灣 這個那麼近 68海底 但是美國距離這個中國有9500 所以防衛很難 所以他說台灣要付給美國保護費 因為他這樣一起劃 讓台積電才出現一個重挫的這個局面 所以其實台積電本身 我跟他說本身業績展望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就是這兩個人啊 讓我們台積電短線上出現一個震盪的這個局面 被這兩個人給害到了 所以這兩整體新聞看下來 大家看完有一個感覺 他好像對我們比較不好 如果他能選上 可能對台積電的衝擊不會不好 可能還會更好 是這樣嗎 那回過問題的核心 他的勝算大 還是他的勝算大呢 對 事實上大家如果按照現在的狀況來說 其實拜登如果他能夠連任來說 我們目前就按照現在的步伐 按部就拜 對 但是拜 這個如果川普當選的時候 會出現所謂的不確定性 我覺得重要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不確定就會讓股市帶來比較大的震盪 但是就目前為止來說 到底川普跟拜登兩個人誰會上呢 我們要最新的消息是 拜登我們要最新的畫面 他不是要離開這個白宮嗎 然後要別的地方去 結果你看他登機的畫面 你看他走了很慢很慢的一個狀況 真的很吃力 然後同時間還有略為半了一下 那這個停了腳步 那結果有人說他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美國媒體傳出來說 他又確診了這個新冠的一個狀況 好 那因為為什麼這個時候丟出這個問題 讓大家覺得擔心 因為他又又又又確診了 好 那因為他確診之後 因為以他的年紀確診 其實問題非常大 所以他又再加上說 他前一天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意有所指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醫療狀況出現 評估是不是可以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就說如果有某些醫生跟我說 你出現什麼狀況出現什麼狀況 你不適合在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會不競選連任 所以有可能意會這樣退出的選舉 對 所以你看他這時候又換了這個新冠 所以你說 這個好像時機有點敏感 好了 加上說其實 對這個拜登來說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老朋友逼宮 我覺得他心情應該蠻難受 那是誰呢 就裴洛西 裴洛西過去他其實是拜登的好朋友 兼他的忠實盟友 他前一陣子人家還說要勸退拜登的時候 他還出來說 我們我很愛拜登 沒有人能夠贏得這個選舉 但是傳言說 現在他確信拜登必輸 所以他已經開始在促成幕後換下 這個對拜登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心裡面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重擊 好 另外一個 那我們就講 那難道川普就贏了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經過強擊事件的時候 川普不是fight fight fight 那變成是全世界的重要的這個項目 但是事實上在整個突襲之後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路透有一個民調 這民調我們都認為說 兩個應該會拉很大 結果沒想到 川普只有43 領先拜登的41 所以事實上選情啊 我覺得還有一些變數存在 重點是什麼 今天不管是誰能入主白宮 誰動得了台積電 重點是我們馬步蹲得穩不穩 我們的抵抗力夠不夠 今天事實從用好幾個指標 帶我們來看到台積電 讓你安啊 對 沒錯 事實上佩珍這幾天不是有說嗎 他說台積電不僅能夠在不利的狀況之下 順利的挺過 而且還能夠現階段的市值和產業低月 不斷的往上串升 充分反映台積電的營運韌性 對 我們昨天美股大跌之後 今天的這個盤 美國的盤潛 因為台積電的好消息 所以連NVIDIA什麼都在漲 所以事實上台積電是可以影響到 美國或是全世界的這個經濟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想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為什麼台積電這麼重要 我們就舉這個晶片戰爭的作者 米勒他寫的這個狀況 有沒有 實際上這個在美國跟中國中間來說 當然有韓國還有台灣還有日本這幾個國家 對不對 那因為台灣又特別重要 因為你看台積電生產全球11%的記憶體的這個晶片 然後呢 製造37%的這個邏輯晶片 然後所以萬一台灣的晶片廠商因為停工停 因為被衝擊停擺之後呢 那年的運算產力會減少37% 損失會高達上兆美金 我跟他講啦 即使川普這年不是說我要保護台灣 他能夠承受上兆美元的損失嗎 他也沒辦法 所以才說呢 他現在講這樣的話 他未必未來會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尤其是我們講目前為止的台積電 你看今天的講法裡面 3奈米他幾乎是沒有人拼了上 2奈米目前on schedule 預計2025年要量產 前面沒有任何人 甚至後面也沒有任何的追兵 另外委託他製造企業有500家 不是只有美國還有很多地方的國家 所以台積電的產業低位 根本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影響的 川普狂語連發市場瑟瑟發抖 該發抖的不是台積電 而是北京 但我們來看到6年前 川普他扣下了板機之後 當時打那個非常強大 大到你打不垮的華為 打到6年之後呢 逼得他去挖礦 逼得他去養豬 連華為都如此 6年之後中國的經濟 已經開始元氣有受影響了 下一個華為是誰 還有更多人像華為這麼耐打嗎 對沒錯 事實上具象講的非常對 我們台灣的與其台灣在擔心 我跟你講我們好好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其實更要剉的是中國 這次拜這個川普重新回來 他絕對會痛電中國 我們就講事實上這個今天剛好是中國的三中全會 今天要落幕 可是我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太多的影像 同時之間BBC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事實上在川普被遇襲的第一個時間 不是有這個川普遇襲的T-shirt嗎 在中國的電子平台上面賣嗎 現在已經下架了 那為什麼下架 當然原因不明 當然這個代表好像我隱隱在支持川普 我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顯然他要表達這樣的意思 另外一個就是有新華社背景的 我們知道公眾號叫做牛彈琴 牛彈琴其實他都發表一些所謂國際的關係 他是由新華社的一些記者 所組成的一個公眾號 他講了很多其實也代表了中國的官方立場 然後他說什麼 他這次要發文這個批評犯思 可是就是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可是他說什麼 川普的806副手其實很佩服中國的外交 那一講起來好像是在講 中國好幫忙 不是 他其實這裡面來說都是在批評犯思 他說犯思其實是比川普更加恐怖 更加保守一個人 那因為這樣的人 他就說我們也不用期望說 他能夠對中國友善 所以把他批了一塌糊塗 這就是不要提黨啊 暗夜吹口哨 你是說連犯思這個大老鷹 都佩服中國外交 所以說他重點是說 犯思他上任之後 你別指望他會對中國好 對 好 那我今天講嘛 實際上現在不是有講嘛 就是川普不是說要對中國課60%關稅 這不是他自己想的喔 萊特希德這樣主張 就連犯思都說 我們要對中國大力的這個科關稅 所以看起來的話他的確會這樣做 是 那目前為止來說 瑞穎就出了一個報告 他說假設真的科百度60%的關稅的話 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我們要今年第三季的經濟成長 第二季4.7嘛 結果沒想到如果真的是這樣 他要砍半 砍半就變成是2.3 欸 這個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中美的經貿會面臨 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為什麼我就說嘛 川普的這個對付中國的意志 是相當強大 就像你知道嗎 實際上在2017年之前來說 他跟習近平兩個是好麻吉啊 是 但是因為他去訪問了中國之後 他不是還去唱那個茉莉花嗎 對 但是他去訪問中國之後 感覺到中國的壓力之後 他回來就完全變了掉 是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2018年做了一件事 當時在加拿大 扣留孟晚舟開始 對 他就展開要開始追殺華為 2019年就宣布 美國進入所謂緊急狀態 然後頒布一個行政命令就是 美國貿易可以封殺 這個任何的敵意企業 就是你對我有國家安全的 我就開始封殺你 於是開始第一個被封殺 華為就開始被封殺 然後於是就開始把170多 跟華為相關旗下70多家關係 列入黑名單 華為就從那時候開始 業績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那時候我們講 那時候華為這個任正非 不是出來說了非常多話 說我們好像一個所謂的 飛機在這個飛 我記得那一家 那個畫面對不對 他說我們要忍過那段時間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 當時華為任正非說 我們的營收會 年減三百億美金 所以那從2019 2020 2021的時候 他是連續三個年度 三個季度 都一直在往下滑的這個狀態 一直到去年 他才終於有一點點 比較止跌回升 那你看他在 他在被打擊的那段時間 譬如說像2021年 就像你知道嗎 事實上他當時 已經快要攀到 5G手機的龍頭 結果2011年開始下去 沒有5G 他這個P50是4G 所以等於是說 他從5G被你這個 被你川普打到 只能夠生產4G 好不容易經過這麼久 他們中心終於 能夠生產5G 今天他還能夠生產5G 走了這麼久路 他現在才能夠回到5G 你知道說 欸 華為是 中國最厲害的一家企業 中國沒有像華為這樣公司 它裡面有最多中國人 聰明的腦袋最高興的人都受不了 川普這樣的打擊 你就更何況不是華為的公司 所以我就講 川普上台之後 他只要再用對付華為這樣一半的力量 對付中國產業 我跟你講 中國產業絕對就是吃不完兜著走 6年來 來看到中國經濟的元氣有多傷啊 6年前你說華為 現在呢 現在不是有電動車嗎 這不是習近平口中 中國國運轉股就靠電動車嗎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中國電動車它憑什麼可以低價 傾銷全球攻略 原來它便宜的關鍵找到了 一個馬達 一個是電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誰要對那下重手 歐盟 美國 英國 我們回頭來看 人家都已經把你殺到血流成河 殺到你家裡頭了 歐盟到現在 要不要祭出將近50%的縱關稅 還搞不定 還在意見分歧 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嗎 而且歐盟對於對這個 所謂的中國電動車要徵收 特別關稅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歐盟體系裡面 很多國家到目前為止 舉旗不定 你知道歐盟之前 先辦了一個先期投票 結果有國家表示說 我們還要在觀望 甚至有人直接表達說 我反對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政治現實 我覺得是歐盟這些國家裡面 他們很考慮的 因為他們擔心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去徵收 所謂特別關稅的話 很有可能會引發 北京的反制措施 那對他們自己國家來講 可能也會遇到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可是你剛剛提到說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說實話 你製作也要成本 你憑什麼可以無限制的 銷價的這個競爭 那當然我知道 中國的人力成本 相對是可以cost down的 可是光靠人力 它就可以全球攻略嗎 我覺得這裡面很大一個 要有國家力量的介入 因為在電動車裡面 有一個東西非常重要 叫做稀土 那過去大家覺得 稀土這個東西價格很貴 稀土是用在電動車的哪裡 我告訴你它其實用在引擎這個地方 都需要用到你知道嗎 結果現在就發現到中國大陸 因為官方介入之後 就刻意去壓低所謂的稀土的這個價格 你知道2024年首批的這個配合 已經顯示到說 中國工業公司將生產13.5萬噸的這個稀土 而且比起2023年的時候可佩皮增加了13% 也就是我增加大量的這個配合之後 那幫助你去做這個電動車 那幫助做電動車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開拓這個所謂的國際市場 用這個方式去降低它的成本 所以我們知道說電動車的這個叫做扭力的輸出 是靠馬達 馬達是用電池來感應來傳動 而電池的磁鐵就要用到稀土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在泳池馬達裡面 稀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而且你電動車做出來的時候 它使用的稀土的比例非常高 比如說你看 像豐田一台的Prius這個車 它需要25公斤的稀土 這個25公斤的稀土跟傳統車比起來 是它的需求高達25倍 那你現在看我把這個東西大量開採 而且用價格壓低的方式 當然有助於它在生產成本上面的降價 好 兩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造車 最貴的元件 第一個我們講馬達 你說是它的肌肉 肌肉 第二個是什麼 它的心臟 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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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 而且很多東西現在都跟晶片是有關係的 你知道 現在大家就發現到說 像車用晶片來講 老實講 我們在每一個不同的機械零組件上面 你都有它需要的實際的規格 結果你知道嗎 之前這個英飛零的這個車子 他們就發現到說 我如果用車規級的這個所謂晶片的話 我一片大概有100塊人民幣左右 結果他們去拆了一下 這個中國做的這個電動車你知道 就發現到說我中國電動車 我怎麼跟你比 因為它裡面用到很多的晶片 都不是用所謂的車規級的 是用工業級的東西 工業級更便宜嗎 你說車規影片要100塊 那工業級是便宜 更便宜了 它可能十幾塊 幾十塊 它就可以做得起 天啊 所以你如果大量的晶片 你想想看現在一台車裡面要多少個晶片 那用這個方式就去壓低了這個價格 那這個價格 一壓低下來老實講 對有些人來講 就說我車子反正都是在開 我如果沒有所謂的品牌忠誠度的話 那我講說我就買便宜的就好 這裡面就影響到的是什麼 當大家都買便宜車的時候 你高級車你是不是也要想盡辦法要賣 所以多殺多最後就是殺到骨折 你看到了 德國的前三大雙BEA 他們怎麼樣豪車也被你拖下水 跟著你去打那種銷駕戰爭 當然因為現在中國大量去推 這個所謂電動車的市場 那所以傳統燃油車的部分 現在就面臨到非常大的衝擊 有一些車商就覺得說 我燃油車的部分 我想辦法把它給賣掉 可是因為在低價晉升的狀態之下 你看像這個所謂的賓士系列 居然有降價 達到售價只剩20萬人民幣左右 100萬台幣 甚至有些更低 像這個C系列 有一個C200的這個系列 它居然減價超過13萬 結果我現在講幣只叫人民幣 那減價13萬人民幣 將近台幣5 60萬的這種差價來講說 他們就發現到 你實質上在這個地方你要賣車 賣一輛這個C系列的所謂的賓士 一台要賠30萬 我自凱150萬台幣 你都還賣不動 這是賓士 現在市場上的面臨現實 那其他的品牌呢 那你如果什麼都要 這個降價 降價 降到最後血本無歸 也沒有人要做這個事 所以你看像另外一個B&W 他們就決定說 我不要再跟你玩價格戰 為什麼 我今天量很多 我為了要賣我就只能促銷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就減低我的這個量 保住我的價格 你看2023年的時候折扣率是17.6% 交付量的時候年增是4% 但是雖然是這樣都是增加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獲利卻年減30% 所以他現在決定在2024年上半年的時候 我的銷量年減4%的狀態是這樣 那我有些東西我也想辦法 我第一個以這個所謂的量製這個價 第二個量製價之外 價還是要往下跌 所以你看他純電的房車i3 本來是158萬台幣 現在變到76萬 甚至連X1這個車子 他有一款其實也從142萬下殺到86萬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你剛剛提到 這個所謂的2BEA對不對 那奧迪現在他們所謂的旗艦車系 A6L也推出什麼你知道 他說這樣我們也降價 他居然賣42.76 從42.76萬降價到31萬有早 而且你知道他們4S店居然統計出來說 上個月只賣出了130輛車 那這個130輛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有賣應該有賺對不對 他說不是 他說我虧損了170萬人民幣 等於是我每賣一輛車 我就賠錢1萬多 回到這個主命題 川普如果強勢重返白宮 真的會是中國經濟復甦的最大風暴嗎 你就來看 6年的美中科技戰也是川普扣下板機 這6年太傷了 我們給大家看了一個現場 這個現場在曾經生猛而富有 有錢到流油的深圳 你去看現在他們的圖書館擠滿人 都是這一些假上班的避難族 而眼前這一切卻被中共三中全會視而不見 還在那邊盛讚自己的經濟可圈可點 是活在平行時空嗎 其實你剛講到經濟 像一些指標性的這個數字 通常都會由經濟部門來宣布 對不對 結果最近突然大家發現到 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 也出來跟人家講經濟你知道 他說按照指數上面來看上半年的經濟 叫做可圈可點 那你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居然說我們對中國的經濟 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那當然你想想外交部出來講經濟 那看起來是講給外國聽的 可是中國大陸的網友就講說 對啦 可圈可點 但是入股如渣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 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中國年輕人 他對未來其實感到非常悲觀 所以他就提到說 現在根本就是一個歷史上的 這個所謂的垃圾時間 意思就是說什麼 像我們看打球賽或幹嘛 跟你講說進入垃圾時間 就大家已經不在乎了 看人拖時間就拖時間 現在他們居然說 反正你都結局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不會再有更進步了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看到 有很多這種諷刺的所謂影片 短影音 大量的在網路上面流傳 其實都來自於他們對未來的悲觀 悲觀的現場 我們給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真的還蠻嚇人的 我剛剛形容 在南方最重要的製造心臟 深圳 這麼曾經生猛 這個這麼澄清有錢的地方 圖書館滿滿的避難族啊 而且你看這個照片 哇 滿滿滿坐在那邊 他們一定是非常的好學 對不對 所以要不斷地念書 而且圖書館應該都很多年輕人 學生去對不對 對 結果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他們也發現到 在平日的時候 深圳的圖書館居然非常多人 而且再進去看裡面的族群的時候 有些根本不是年輕人 好像都是上班族在裡面 而且還有年紀更大的 或者是家庭主婦 對 結果你知道他們就有去問 說為什麼你們來圖書館 他們居然是什麼 有很多人是根本沒有工作啊 他們在圖書館裡面幹嘛 你知道他們跟家裡面說 我要上班了 我要出去工作了 結果居然是在圖書館裡面 所以就有一個說法 叫做圖書館現在變成了 中國失業率的風向指標 那我們就再回來看 事實上當中國大陸人民 過得非常不好的時候 居然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現在大家不是講說 中共的三中全會不是在北京舉行嗎 那居然網路上流傳這張照片 說之前像他們官方的媒體 已經做好了這個擺面 要幹嘛你知道 新華社將要做一個特稿 把習近平定位叫做改革家 那你看這個標都已經 習近平要說什麼話 這個框都已經留好了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 居然這個稿子 最近被人家發現到說 在網路上完全都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被下架了 為什麼呢 這個下架很奇怪 為什麼你可以看得到 他在這個地方 除了把這個習近平定位 叫做改革家之外 你看特稿裡面居然是把 習近平跟改革開放總設計之 鄧小平拿來一起比例 還說什麼 習近平是繼鄧小平之後 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 非常政治正確 怎麼了嗎 政治正確這件事情 代表要有先期規劃 不然你怎麼給他灌這個抬頭 而且這個要不要習大大同意 基本上一定這個文宣官宣單位 一定通通都要先合可過 所以你說這個是低級紅高級黑嗎 所以他們在中國大陸內地的 這個所謂的前媒體人也有講說 我這個非常反常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已經策劃非常久的東西 結果沒有想到突然整個稿子 什麼的通通都被撤掉的時候 那是不是代表是你現在也不敢這樣講 為什麼 對啊大家日子過得越來越不好 既然日子過得不好 你如果看到還跟你講說 哇 習近平好棒 習大大很厲害 習大大可以幫你賺大錢 當然心裡面會有不同的想法嘛 看到這個地方 觀眾朋友 習近平最擔心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今天在中國的各大網路 還有新聞網站都在報這件事情 三峽大壩傳出十一孔全開 我們就不禁擔心2020年 這整個三峽大壩長江沿岸 大淹水的那個噩夢 要捲土重來了嗎 開始有一點那個氛圍了 湖北的山地整個發生了嚴重的滑坡 洪水像猛獸一般的往中下游失控奔去 會不會傳出更嚴重的災情啊 現在中國大陸的長江上游中游下游 難道要重演古代的雲夢大澤 以及2020年讓水淹一片 水鄉哲國的夢魘了嗎 你光是看到三峽大壩洩洪的這個景象 有多麼震撼你就不難想像 哇 中下游地區的這些各省市城市 經過的這個長江流域不就慘了嗎 老天爺下狂雨下大雨是全境市 無差別的肆虐 兩個重災區 一個河南 一個陝西 我們一個一個帶你看進去 那你來看看河南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在講說南撈北漢 北漢包括了就是河南 它其實都大漢 那個我們大部分大家看的畫面 乾了個鑰匙啦 對不對 熱的鑰匙地板都多燙 是 當時他們要接水管想辦法去澆水 這個是一個月前的河南 這個是雙分割 左邊是乾了個鑰匙才是一個月前是這樣 右邊呢 居然玉米田變玉米海了 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河南 它那個玉米田啊 本來上個月它想要用水管澆水 結果沒想到現在是被水給淹死了 那你不要想到說河南在北方長江會經過 我跟大家講 河南跟湖北它有交界處 很抱歉 長江經過的地方 河南的南方省份跟安徽和湖北交界處 就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會覺得河南怎麼會受到影響 當然長江經過那邊 和湖北跟安徽的時候 河南就會碰到所當其衝啊 我問你這個畫面 看了讓人觸目驚心的理由 你想說人又沒怎麼樣 這裡又不是住戶 錯 河南是中國非常重要的 良昌 武昌 而且是人口破億人人口的 超級大省 那你想想看 長江現在三峽大壩 它每秒卸出這個 四萬九千兩百地方米的 每五分鐘就卸一個西湖的水槍 那現在他們這樣把這個農田 還有這個玉米田灌水 結果沒想到 老人家為了守護河南的這個糧倉 不斷地去遞田地排水 還要想盡辦法 救備現在被淹水的農田 而河南的玉米占全中國8.21% 排名全中國第六名 可是現在你看到 暴雨灌進了 連這個農民都受不了 他們也屠呼覆覆 因為向天喊 怎麼辦啊 現在從乾旱到淹水 水太多了 那水太多 還有會影響到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 對 在河南還有兩名這個母女 他們發現雨勢越來越大 趕快下樓坐電梯去看看自己的停車 這個愛車有沒有問題 對 查看了一番之後 沒問題要走了 結果他們去搭電梯 結果這時候雨勢出來很猛 灌進她電梯裡面 你看這個母女怎麼辦 天啊 我們下個樓 在電梯裡面難不成就要淹死在裡面了嗎 這個畫面是電梯車廂裡你可以想像 你每天上下樓上下班的那個電梯 變成水牢一步一步 到膝蓋到腰 如果到肩膀 我就要滅頂了耶 可能就沒有呼吸的地方 這是他們當時拍下的畫面 你剛剛看到其中那個住戶拿著那個手機 她想要聯絡外界救援 可是偏偏電梯裡面的信號不好 後來過了一會兒的時間 終於聯絡上物業公司也緊急來救他們母女出去 差一點就像剛剛俊下我們在講的 這兩個女子就滅頂在電梯裡面了 但是提醒大家水災火災地震 絕對不要搭電梯啊 這個是河南第一個重災區 第二重災區更慘 在這個古鎮陝西省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山洪爆發變成全中國最慘之境啊 對 這個是在陝西的一個古鎮 因為山洪爆發之後雨量驚人啊 沒有想到他們因為民眾嚇到了驚慌逃命 到處去跑還說洪水下來了 洪水下來了 快跑 洪水還衝斷了當地出了這個鐵路的鐵路橋 你看看在這個夜色煙滬之下 那個車子一步一步再浮再沉耶 是 而且有一輛官方巡查的這個工作人員 他們在騎這個巡查線的這個路啊 這個線路機車 沒想到這個就在這個時候 碰到了這個意外墜河了 而且在陝西寶基這一段 你剛剛看到的是鐵路橋整個墜河 讓大家看得觸目驚心 在寶基這一個地方啊 完全被泡成一片 晚上民眾去發現的時候呢 那個河流這個溢堤的這個溢出來 石壩河它就引發了這個洪水 壩堤被沖滑 下一秒你看它旁邊的這個路面 沿著路面的車輛 有人說看到被沖走大概20輛以上 這個說明什麼 這個畫面說明什麼 告訴你這個水在動態的湧進來 也就是你根本一個 觸不及防的情況之下 要是我知道水慢慢長下來 我牢牢找我就把它移走了 是 所以20輛車就這樣子 根本來不及啦 在民眾眼睜睜看的情況下被沖走了 更誇張的是在寶基體育場那邊的河堤啊 整個車輛全部都沖進去了 你跟他們講 這個車輛就跟這個一輛一輛的這個 小汽車一樣 被整個大洪水灌入了這個泥流當中 完完全全沖走 有些人想說我辛苦攢錢 好不容易才付了首付的車 這樣子就開始心愛的愛車被沖走了怎麼辦呢 接下來這段畫面請大家仔仔細細的 把我們看進去看仔細 為什麼一堆泥人在那邊 你拉我 我哪裡 這是一個生死瞬間的現場 因為民眾要自救還得互相幫忙 這也是看到當地有民眾 他掉到這個水中變成了這個泥人 因為是這個河水滾滾衝來 而且到處都夾帶著泥漿泥沙 那民眾紛紛相互說 我救你 你救我的這樣子 互相人機幾機 人膩幾滴的這樣子 彼此馳援 然後把彼此都撈上岸 這個時候你不救他 下一秒搞不好你會遇到什麼不測 所以用畫面上紅圈圈起來的這個地方 有四五個人在那邊 想辦法把這個人救出來之後 你看他泡到水裡面 全部都像一個泥人似的 非常狼狽不堪 但是性命要緊 這一些民眾想辦法救到他們之後 趕快離開這個洪水滇沒的地方 到安全的地帶去躲起來 再來我給大家看的是 今天晚上最兇猛的洪水現場 這個是哪裡 住在這個地方 光看那個水你腿都軟了 你看到陝西省的西安市 它有一個這個長安江 長安河的這個發生變化 你看到沒有 這個洪水暴漲的這個河四驚人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它中下游後面 還有這個黃河的湖口瀑布 尤其可能對這個沿岸兩邊的這個居民 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雨繼續下 洪水繼續洩洪 那下游怎麼辦 首當其衝就是湖北了 那當然湖北這個地方剛剛講 兩湖地區加上安徽地區 就是可能長江中下游流域經過會倒霉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是山體滑坡 滑坡的面積 它的體積高達80萬立方米 而且衝毀了當地1200米的大概村級道路 那也造成了這個好幾個地方嚴重的交通阻塞 然後居民啊驚慌的這個逃命啊 這個也是造成當時很害的帶動這個大塊的山體 整個往下滑 所以這個是在湖北當地發生的一個 整個你可以說土石流一樣 山體滑坡 這都是這個整個雨量和太多的水量造成的 好精髒 你看這個白色的S型 那個都是環山道路耶 跟著非常止不住煞車的一路下去了 最後給你看到的是 這是天災 還有人禍 眼睜睜的 大陸的救難人員熱心的人很多 可是我們憤怒的是那種擺拍的 非常可惡 還有更可惡的是 見死不救的 對 首先要講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的是民眾自救 熱心的民眾 還有熱心的一些官方的救難總隊很多 但是偏偏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兩名公安 在在視頻上引起眾怒啊 這兩名公安人員看到一名民眾落水的時候 想盡辦法要應該去救他才對 而這兩名公安不疾不徐地走下去 失誤也怕鞋子弄濕 接著你看到這一名落水的男子呢 想盡辦法也要靠近這個岸邊 讓這個兩名公安可以救到他 可是兩名公安就不知為什麼 就突然鬆手了 鬆手的時候 眼睜睜看著這名男子被沖走了 就被整個洪水給沖走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不會覺得太過於殘忍了吧 不是 這個你可以知道 他們好像釋除藥救他 我覺得這是出自於合理也合乎邏輯 可是他被沖走之後 你跟兩個人那個步伐 就是慢慢慢慢的過去 他不緊張 他也沒想到拿電話來求救 所以我覺得不疾不徐 是你們的SOP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救援不到你也不要擺盤成這樣 難怪大家會不高興 朋友這兩天好熱啊 台北市的體感溫度飆到了43度 你知道嗎 在昨天的下午 全台灣又再一次歷經驚心動魄 差一點點煤電可用 下午4點半 全台用電的高峰 倍轉容量顯示10.88% 看似安全背後 居然是把已經除役的大陵火力發電廠 拖出來發電 還不夠 再跟民間來購電 才度過了這一個關卡 今天我們就用數字來告訴大家 再過10天 屏東平鵝公路上的河三一號機 就要出役了 3%發電量沒有了 用電走鋼索之後 光電用力的給它種下去 再粗暴的鋪射也緩不濟急啊 我覺得數學就是數學 很多人說數學不會就是不會 數學會就是會 那從昨天的倍轉容量率來看 大家用數學簡單的數學來看 那在4點半最熱的那個時候 用電量3926萬千瓦 那供電能力 就是我所有的電全部都開 就是我看得到的電全部都開 是4102.3萬千瓦 那表示說你把這個分母跟分子一除 就是已經用到緊繃了 95.7等於是96%了 好不好 滿積分了 你把電量已經都用到滿積分了 可是你告訴大家數字說 不會耶 我還有多出來 照民進黨的說法 倍轉容量率是多的電啊 多出來的電 我還多了10.88% 我還多了11% 很寬裕 這個到底是緊張還是寬裕 民進黨政府到底有沒有 告訴人民實話 實話就是有人在晚上 已經9點10點 體感溫度43度的那一天晚上 還得沒有冷氣吹 就是在內湖 非常悲情的3000多戶的住家 那昨天的這一個難關怎麼度過 在這麼熱的時候 你就是把已經廚藝 去年已經廚藝的火力發電 大齡5號機給他打開了 廚藝了 應該要休息了 繼續發電 叫他再出來工作一下 發了320兆瓦的電 另外你就花大錢了 你去買這個臨時 去買民間電廠發的電 104.2兆瓦 臨時買沒問題 就是要花大錢對不對 你沒有合約 你突然緊急說我要購電 那就是得花大錢去買 跟我們所有那些專案進口的雞蛋 專案進口的快塞 專案進口的什麼都一樣 同樣概念我就是花錢就有 對啦我們是很有錢 川普說台灣都偷走了 所有的晶片產業的生意 他們很有錢 我們真的很有錢 那於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會議 給大家畫大餅 然後喊口號 說我們未來是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這個國內外的資金三年四兆 我們通通都可以來管理跟運用 反正我們自己也很有錢 大家還記得在李登輝時代的 亞太營運中心嗎 還有亞太什麼什麼中心嗎 我們好多亞太中心 都是口號治國 我們現在要面對的營運這兩個字 資產這兩個字 資產管理這兩個字 核心都還是在 你到底有沒有能源能運轉 沒有能源能運轉 你喊多少的漂亮的口號 其實都沒有辦法達到實際的效益 所以數字才會說話 你講到數字 我再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在昨天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有一個願景規劃出來 要培養二十萬名的AI人員化 發展AI要電 數據運算中心更要電 你的電在哪裡 電不夠怎麼辦 何能再過十天 我們那個核散一號機3%的無 它就要走入歷史了 所以光電請你用力的發 用力的鋪射 太陽那麼熱 用力的發 你來看看這樣子的一個 暴風式野蠻式的鋪射光電 敢會輸 我覺得鋪射光電 這個政府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因為經濟部長郭志輝 在立法院裡頭備詢的時候 一開始說核能核三到底要不要 研議這件事情可以討論 後來吃了一頓驚心動魄的 把擠娘嬌子的飯局之後 就告訴大家說不可能啦 我們要用綠電來補未來AI發展之後 缺電的缺口 那綠電呢是要以太陽能光電為主力 因為基本上太陽能光電的確是比風電能稍微穩定一點 我至少知道有太陽的白天它是會有電的 風電就很難說了 現在有颱風啦 現在沒有風啦 這個就不是你比較能夠預估的 那至少夏季白天太陽這麼大的時候它是有電的 那到晚上的時候晚上再說啦 先度過白天的機載電力 所以太陽能光電是現在民進黨政府主推的項目 再生能源裡頭 所以呢這個核三廠既然現在要這個停除役了 它有佔比的6%要怎麼補 真的是一點一滴的來補 因為現在的規劃是要把限制 核三廠那個限制 本來是可以放6座的核能機組 現在是有兩個嘛 當年規劃的時候是可以放6部機組的 所以呢比較聰明的方法 其實榮泰有講了 有鬆了一點點口 在經濟發展會議中有鬆了一點點口 說現在的這些能源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我們不考慮喔 但是未來的新核能 大家還可以討論還有個空間 但是什麼時候要討論 或者是要不要討論 它只是隨便 我不曉得是應付媒體的這個提問 或是應付眼前 大家這麼焦急的情緒 給大家一個未來的希望 還是真的要打算討論 如果真的要打算討論的話 你就要考慮核三廠的這個用地裡頭 它其實是可以放6部機組的 我現在其中的兩部 如果我新核能啦 假設民進黨願意接受的話 你就再放4部機組 總共有6部機組 其實就解決了台灣大部分的用電問題 因為這6部機組的核能發電 應該就可以發現在用電量的22% 對 五分之一 我就交給這個新核能了 假設是 主動態是說真的 不過照現在民進黨政府的規劃 是這個核三廠這兩部除疫之後呢 我要把這邊通通鋪滿太陽光電板 核三廠變成光電廠 就算我鋪滿 我這個土地面積這麼大 可以放6部核能機組的土地鋪滿 我也只能發3億萬的電 我只能發3億度的電 那這個呢 我要跟原本的兩部機組 核三兩部機組 一樣發出一樣能力的電的話 我要有50倍到60倍 我要50個到60個 光電鋪好鋪滿 對 我才有可能跟現在兩部機組 發的電力是一樣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我真的可以重新規劃 核能核電的使用的話 我在核三廠的土地上面 我6部機組放上去 那我可能就是要在 可能要三四百倍的光電板的這個鋪色 我才有辦法追上這樣子的規劃 這是數學問題 這個數學問題很簡單 你就會去思考說 我到底應該要用核能 還是鋪太陽能電板 台灣的土地面積不夠用 以至於房價高漲 因為土地貴嘛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房子貴 是土地貴不是蓋的房子貴 就是土地面積稀有 這種平地 然後可以適合居住的土地面積稀有 造成了房價的高漲 那你土地 國土規劃問題裡頭 你把這種平坦的地面 拿去蓋太陽能光電板 把農地拿去蓋太陽能光電板 把這個保育地 拿去蓋太陽能光電板 這是合理的國土規劃嗎 好 明顯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今天從內湖大跳電 一路講到了平鵝公路的野蠻式的 暴風式的鋪墊 這兩個地方都跟它有關 它現在是台北的市議員 內湖跟你有關 你從屏東來 平鵝公路也是你的家鄉 你來跟我們家想看 你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我先講一下 俊鄉你剛剛在播影片說 內湖昨天停電的時候 那剛好在我家旁邊 喔 我家剛好就住在內湖路二段 所以你有被熱到喔 我家沒有停 為什麼 因為我在醫院旁邊 我在中國醫藥學院旁邊 醫院附近是屬於第一組 不會停電的 可是內湖路二段全部都停了 我的鄰居很多都停電 打電話或LINE跟我反應說 停電了 甚至有長輩 包括八九十歲的長輩在家裡 沒冷氣 馬上停電 昨天九點多的時候 俊鄉你那裡還幾度嗎 三十一度 那可能會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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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對很多民眾影響 對老人家影響 我可能撐了半小時而已 熱到熱到熱到熱 可是如果是真的 經常受到店家受到影響的話 那有損失怎麼辦 台電是不是要賠人產 所以我覺得到底電夠不夠 是一個問題 不過剛剛秀琳談到說 屏東的部分 我故鄉是這樣子 每次如果我要回故鄉 我家在榜寮 那我往南部到墾丁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印象 小時候大家去墾丁公園玩 開車經過平和公園 一邊山一邊海 多麼的波蘭壯闊 心情很好 那非常漂亮 好像在國外一樣 現在不是 我回家之後你知道嗎 一邊海一邊是什麼 太陽能板 已經是這樣了 全部都是 靠山那一邊 通通扑上扑 靠山都上 我好久沒有到墾丁去 你知道嗎 我這次因為選舉的關係 去輔選 結果開車下去 你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知道太陽光反射的時候 我把太陽 我把太陽眼鏡拿起來戴 你知道嗎 那山過來 山過去 開車很刺眼 比太陽光還刺眼 所以現在是一邊海 一邊不是山 一邊都是太陽能板 我覺得實在是令人很痛心 那特別是 我的屏東 我的小學 喬德國小 現在連我小時候很多人 反正說 我們小時候念書的操場不見了 球場不見了 校舍都不見了 怎麼可能沒有操場 怎麼沒有那些地方都該有 都變成太陽能板 在種電啊 很多人 我們小時候的回憶都不見了 現在 現在只剩兩億啊 失憶跟記憶而已啊 都變成太陽能板啊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就好好的 不是剛剛秀琳講 農地變成太陽能板 現在連學校都變成太陽能板了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好 有人用四個字去形容 我們這樣子一個所謂的 不合邏輯的能源政策 叫做千瘡百孔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個背後上下其手呢 今天這則新聞非常值得 我們好好探究 秀琳來告訴我們 台延綠能解任一個總經理 怎麼了嗎 為什麼最後扯出了這麼多 關於綠能背後的人謀不髒 為什麼會虧損 這個監察院調查說 台電2022年的虧損是2265億 到底為什麼虧損這麼多 大家都把矛頭指向綠電嘛 就是說你台電買了很貴的綠電啊 那你通通把這個預算的比例 都拿在綠電上 那虧這麼多你是綠電 然後監尾就生氣了 這兩個監尾也很妙 他居然不是質疑 台電的能源政策配比有問題 他是質疑說 你對外的說明的原因就解釋錯了 你不能說是因為綠電 你要說是因為惡物戰爭 你做這麼小的事情去追究啊 對 就說你解釋錯了 民眾現在都誤會 誤會說台電虧這麼多 就是因為綠電發展 買了太多綠電 花大錢才虧這麼多 不是 你們解釋錯了 讓民眾有個錯誤的認知 這個監尾是在做這個政治入 他已經變成他是這個中宣部了嗎 他告訴台電說 你要怎麼解釋你的虧損 不要解釋錯 讓民眾誤會綠電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民眾大家會誤會綠電有問題 因為真的發生很多弊案 這個太陽能電板在台南發生了88槍 現在還有人死了 還有人真的被槍擊了 那這些光電利益所造成的光電蟑螂 不就是在整個綠電政策 沒有好好把關之下 那台鹽綠能的弊案正在查 那台鹽綠能的弊案是說 我是國營事業 我做鹽巴的 我有綠能專業嗎 我突然跳進了一個再生能源產業 然後做得風風火火還有很多的這個電廠 然後中間的這一個爭議 就是它的投資的過程當中 是有一些疑慮 檢調正在辦 那還沒辦出個 所以然你現在做一個人事的大吊動 內部的人員覺得 你是不是有要在 掩藏什麼樣子 不讓外界知道的秘密 有什麼大祕寶 在這個裡面 所以現在開始有一些人事的大吊動 這跟台鹽綠能也是一樣 就是我是國營事業台鹽做鹽的 但是我現在跳進來做綠能 而且我做的是有家除能的那種綠能 就是說我不只是這個太陽能光電 發電而已 我還有除能 我先除了能 然後才讓你台電 就是你可以臨時 一條龍的賺 對 你臨時要電的時候 我可以給你 因為我有除能 所以這個比較貴 重點在這裡 這個美度電比較貴 這個賺更多 利潤更高 所以台鹽綠能的這個弊案 有沒有真的圖利特定人士 很多人現在都是在被調查當中 所以靖平 我們說到了光電板野蠻式的增長 你不重電怎麼辦 電就不夠啊 你來自於桃園千皮之鄉 很多的皮糖 皮糖都拿來重電了 結果會怎麼樣 當然賴清德力推光電產業之後 造成我們桃園很多地方 最近這幾年 從鄭文燦市政府上任以來 很大的改變就是桃園千皮之鄉 變成千皮光電之鄉 千皮上面很多的這個皮糖 它本來在這個乾旱的時候 它可以作為每一個地方的戰備井 去調節說我們的這個缺水的這個旱禽 可以用來緊急救我們的這個缺水的問題 但是現在全部光電重的上面去 全部鋪在那個皮糖的水面上 你想想看缺水的時候 我們還用得到它們嗎 誰敢用那邊的這個水禽呢 對 大家擔心說那個光電板 會不會滲出一些化學物質 對 那很多的中南部的光電業者就北上 不只在千皮之鄉的這個桃園 很多的皮糖上面推 很多的建築物 公園 公園的這個上面的這個露天的蓋板 上面也要蓋皮糖 然後還有很多的這個公家機關 蓋光電板 對 光電板 它的這個建築物的那個露天的那個遮蔽物 上面有光電板 那很多的學校要蓋風雨操場 很多的這個建築物公家機關的大樓上面屋頂 全部都是一片一片的這個皮糖 全部架起來 你知道那個都市的熱島效應 對這個整個環境的條件 就會感覺 桃園本來是一個林口台地 它的氣候 西北季風和東北季風 它那個這個冬天 秋天都會很涼了 可是現在碰到這種狀況 結果你們也兩個太陽了 對 你就會跟台北的這個台北盆地一樣 台北盆地因為低蛙 盆地地形 有熱島效應 可是桃園照理說不會出現那種狀況 可是我們是居民 我們就會感受到怎麼現在的冬天 秋天都比以前還熱 更何況是現在夏天 所以我說缺電缺到了 桃園要把鉛筆之槍改成鉛筆光電之槍 建築物跟公園的遮蔽物上面也都要蓋光電板 導致我們抬頭一看 處處是光電 除了正常的自然太陽 還要看到另外一個光電板太陽 這幾天我們都關注到了賴齊德總統 樹灘打黑打炸 刀起刀落 連殷系大阿哥 鄭文燦都給你照押不悟 眾人只繞得瑟瑟發抖 除非 除非你罩子不夠亮 我要來告訴我們為什麼今天 所有人都為柯總召捏好幾把冷汗 好 今天要跟大家報警的觀眾朋友 現在是這樣 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三行 明知不會贏 還繼續慘慘的投下去 第一個會期結束了 民進黨全敗 因為你加起來就只有51期 你只要不跟這8期的民眾黨合作 你是不可能贏的 這個邏輯概念在今年年初1月13日 那一天投完票以後 已經注定了 你去把那8型拉過來的話就好了 可是就偏偏不要 所以一路這樣子打完了 第一個會期以後 通敗 國會的改革無法 通敗 所有東西完全都投不贏 就傳出說 是不是其實賴清德 對於柯建民在立法院的表現不滿意 要不要把它換掉 我們進來好好把這題彈出來 會期結束了 禮拜二結束 禮拜三開中場會的時候 就感謝我們立法院黨 因為三場都在嘛 立院團結作戰 守護憲政 那這個場合 柯建民在 賴清德也在 那他都感謝他了啊 你們還在見風插針什麼等等 除了這個以外 有去找那個台南的醫師 來講 有關於現在 他的領路還蠻有趣 他說立法院你不要看立委每天在吵架 每一個立委IQ都差不多 智商差不多 可是EQ差很大 所以EQ要好好的培養 EQ怎麼樣去 情緒管理的話 就要 深呼吸 他會找專家來演講 對 要深呼吸 這是台南的醫生 顯然這個賴清德總統應該也認識 柯建民就講說 解決情緒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 領導人都應該要上這個課 情緒管理課 講完之後 等一下 賴威廉 賴總不是坐在那邊嗎 他先轉過去看他一下 我不是針對你 我不是講你 他就是怕他誤會說你現在在說我 對 那個場景就有去嘛 對啊 有點此地無人三百 因為現場只有一個領導人 就是賴清德嘛 但賴清德他也是開玩笑啦 他說沒關係 我先深呼吸就好 他也聽到說醫生建議深呼吸啊 我就來深呼吸啊 所以他就把他拿出來講說 是不是柯建民在酸賴清德 那賴清德會不會大到一揮 之後把你的總召砍掉呢 那觀眾朋友 因為這一些事情就回到 柯建民當立法院的黨團總召這件事情 是不是眾望所歸 主席滿意 同志也都來信服他 那因為他去上了廣播節目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看這題的感覺 跟其他的觀眾朋友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其實大概兩個月前就訪問過他 他在我節目當中講一模一樣的話 只是沒有把他挑出來的很重點 那有像標題啦 那是什麼情節呢 就是說他說1月13號投完之後 剛剛票數一算完嘛 他就知道一定不會贏 那我就問柯建民 因為問的問題一樣 回答的內容一樣 那你為什麼不選擇跟民眾黨合作呢 他的回答是說 我們是集體討論的 因為我那時候質疑說 是你自己要衝 你不買黃國昌睡 你也要衝嗎 他說沒有 我們開過會 1月13號投完之後 第二天我們就跟賴總統 因為他是主席嘛 還有這些重要幹部都一起開會了 得到的結論是 民眾黨我們這8票求不來 你去求他只是自取其辱 回過頭來 民眾黨就把他抓出來了 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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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們第二天都開會了 還有卓榮泰 那為什麼卓榮泰在1月18號的時候 本人嚴正澄清 賴清德總統沒有涉入立法院長的軍事事宜 那回過頭來 你怎麼第二天就開會 那本人都沒有介入相關的立委 參選去選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事 你怎麼那天也在那邊開會 所以就會被民眾黨拿出來去質疑 不過當然了 柯建平的說法是說 我們的答案是那一天結果就是 不要去跟民眾黨合作 所以有接觸 沒有換條件 就不算是去指派任何的所謂敵後工作 好 我要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總召的任務 你做堂坑 還是要做窮州 看能不能把它創造最大的利益 可是 現在已經放出價了 他第一個會期看起來 他並沒有做得很好啊 你知道這樣的總召還要繼續擺在那裡嗎 現在這個東西 因為我聽到有人在講這個話 那後續呢 柯建平本人是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絕對沒有這回事啦 你把我當成是 王清平跟那個馬英九嗎 他是有這樣講 因為柯文哲有暗示過 會不會哪一天賴清德就要砍掉柯建平 就像當年 馬英九不見容於王清平當地法院長一樣 他說絕不可能 他說我每個禮拜要見他幾次 王清平跟馬英九多久見一次 我們不能相比 第二個 因為之前 蔡其昌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在這個蘇嘉全跟尤其婚年代啊 他也是新潮流啊 不然往一來後啊 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也懂得調和頂按 身段也比較軟啊 所以就傳出說 老柯你也可以 就是萬年總召功成生退了 反正現在目前的立院生態 你五十一席也變不出花樣嘛 你只能一直輸啊 那有沒有辦法能夠 可以能夠吸收到其他的 這一些中間的選票 或是把民眾黨直接 起義來歸 你做不到讓別人來做 但是這個東西 現在目前被討論 我沒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要看賴清德的動作 那如果以那個 賽中常會的這個互動來看的話 大家看到了一點點的貓膩 但看來他也沒有對他怒向 柯建民 他還是跟他開玩笑說 我先呼吸就好 到底賴清德會不會覺得說 好 柯建民在立法院 已經無法繼續你的工作了 我們民進黨再怎麼頭頭不贏 他想要換另外一個人來做總召 那就要看後續黨主席 有沒有什麼更清楚的表態 讓我們能夠觀察到 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你剛剛提到話紅圈圈 這個地方叫做情緒管理 深呼吸 柯總召你好幾次看那個場景 都在委員會裡面 腦羞成怒的都是他 該深呼吸的也是他 好 柯建民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當總召 所以他戰鬥團隊 他遇到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時候 跟民眾黨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不退 所以重點還在於賴清德對他的信任 還有民進黨五十席 另外五十席的立委 對他是不是認為說他夠當總召 為什麼其他的黨都沒有這樣 永遠都是他當總召 所以他當萬年總召 但是你拉回場景 剛剛俊翰哥講的 在每一次朝野協商的時候 其實話最多的可能就是柯建民 而且他不會服從 主席院長 韓國瑜的現場的主持 他就會一直去打斷韓國瑜的講話 包含像前兩天 陸委會跟交通部 直接來朝野協商 為什麼 因為當天就要去講 我後來做成決議了 希望我們的團友能夠解開 我們很希望我們的旅遊能夠 我們團友去了以後 大陸也可以來 可是顯然當天陸委會跟交通部 都找了一個理由說 我有外賓 他們不想來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洪孟凱身為國民黨的黨編 他也就直接講了 奇怪 你部長跟主委 你總要來啊 不來什麼 這個事實嘛 但是 這個柯建民 他就沒有去講說 請假務總 他直接講說 你這大聲什麼 你大聲什麼 你這樣賭啊 他會看成 因為他覺得洪孟凱 在立法院的資歷跟他插 他就會直接罵他 那這個 可是你罵了洪孟凱沒有用 旁邊還有韓國瑜 韓國瑜跟柯建民是 1993年的時候 一起進立法院的 他們是同學嘛 他想說好 下次 要請這些部會首長 沒有來的 要罰血一百遍 我會親自參加 用智慧來化解 那再來呢 還有包含了健保的 這個點值的問題 因為國民黨希望能夠 最好到一點一塊錢嘛 那他也直接就挑到 蘇清泉 你是不是有 醫院的嘛 你不能在這裡啦 你的醫院會賺很多錢 現場朝來朝去 柯建民在民進黨的 這個總召的位置 還能做多久 我們後續拭目以待 我許軒 所以我就用這一句話 等著被開到 這一道會揮向老柯嗎 他還能做多久 不啊 就這一屆而已啊 那下一屆沒來的 真的嗎 本來就是這樣子啦 那不是啊 我就 柯建民講這話 很沒有公信力你知道嗎 因為我後來看吳思浩 還幫他講到說 對嘛 你看喔 像那個黃國昌喔 跟那個柯文哲喔 情緒控管都有問題 我想說你是 有沒有看到你旁邊 那一位柯建民 每天都在立法院失控 所以我跟你講 柯建民為什麼會去講出說 哎呀 賴清德也是我們立法院 決策小組的 代表他那時候 當下也腦充血了嘛 柯建民就是沒有深呼吸 才會講出這種話嘛 為什麼我說 他沒有深呼吸 因為這一場選舉 請問一下是輸還是贏 這輸的選舉耶 你怎麼會說 輸的選舉 然後我們的總統也有份 我跟各位講啦 賴清德到底 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我們把時間爬梳 那時候是不是 有一個中間人 在陳永新 所以那時候 陳永新 他有幫賴清德 轉達過一句話嘛 沒句話 我把它還原嘛 他的意思是說 你新潮流也可以喔 各位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新潮流也可以 我跟你講 這句話絕對不會是說 要跟柯文哲去談 他的世界 他說 你新潮流也可以喔 不是這樣子嗎 你柯文哲不是說 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嗎 所以那時候才會說 三昌配蔡其昌 黃三昌配蔡其昌 那時候才會打上 一個這個問號嘛 因為那時候 民眾黨的邏輯很清楚啊 賴清德這邊說 我希望游錫虎做證了嘛 黃三昌當富的嘛 柯文哲說 黃三昌當政的嘛 富的誰都好談嘛 對不對 那那時候誰去遊說的 是林嘉隆的金主嘛 所以這件事情怎麼扯 你也不會扯到說 賴清德講一句說 新潮流你也可以喔 這種話 然後你說 哎呀這賴清德要負責任 而且柯建民怎麼會再好 哪壺不開提哪壺 把這些書的事情給提起來 所以我跟你講 他自己才深呼吸腦衝血吧 再來第二件事情喔 你說賴清德最近心情有不好嗎 沒有 我覺得賴清德最近心情很好啊 對不對 賴清德從520就職大典的時候 那時候是不是臉有點臭 頭髮有點亂 然後後來臉色也不會笑 感覺都很嚴肅 一直在生氣 但有一件事情解決他的困擾 什麼事情 他不用深呼吸嘛 鄭文燦進去就好了嘛 鄭文燦進去吹冷氣就好了嘛 吹72分鐘的冷氣 賴清德每天都笑嘩嘩 什麼童子君嘛笑嘩嘩 他根本不用深呼吸啊 對嘛童子君吹賴清德 你看他笑著回家說 我不用我先深呼吸就好 下一個就換你 你進去我會笑得更開心嘛 哪有什麼差別 因為柯建民你以為沒事喔 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個我們講導向有兩個 一個是往音隙這邊再去導嘛 柯建民下一屆搞不定沒他的 我覺得是吳思瑤啦 因為讓吳思瑤去上了之後 包括後續他台北市場才有戲嘛 因為你要講其他的人選 我覺得賴清德就微輕適用嘛 基本上應該跑不了啦 就是吳思瑤了啦 但王世堅會出來跟他搶 這另當別論嘛 那另外一條線是什麼 新竹呢 今天查陽文科 你老科怎麼會比較乾淨 你老科怎麼沒問題 跟天坑跟陽文科有而已嘛 你老科沒嗎 你比較小你的啦 董哥 聽到這麼會咬你們的 老科 老科我小嗎 老科他當然心裡毛毛的 他其實最主要是 自己的心理不能平衡 我們知道 1999年 那一次 等於說王金平當了立法院長以後 老科跟王金平就是一個搭檔 所以他在立法院 隨便他了 就變成隨便他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國民黨 對他們的提案 或他們的要求不同意的話 他就鬧嘛 就佔領主席台 都用這一套嘛 那王金平好好先 好啦好啦 這點給他啦 所以他就為所欲為 那到了後來 2016年王金平卸任了 然後他又 老科又當了八年的總召 這八年的總召民進黨過半 所以他這二十四年來 在立法院隨便他搞 他現在這樣 可是今年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老科現在就 他意態攔珊啊 他這一次當選總召 他講過一句話 這是我最後一屆的啦 他很悶啊 什麼事都辦不了 對 什麼都辦不了 我過去吃得開 現在什麼都吃不開嘛 對不對 我覺得他自己 也有點異性攔珊 因為他沒有辦法像過去 縱橫敗河這樣可以 哇 指揮漏定 現在完全沒辦法 很神耶 對 那他想踩過去 我跟你鬧 鬧到你最後國民黨說 好啦好啦給他 沒有辦法 這一次國民黨不吃這一套 那他其實是潛力氣窮 那我覺得說賴清德對他 應該也是很 就是說你的輩分那麼高 因為賴清德當幹市長的 立法院幹市長的時候 老科就是他的長官 他也是總召 所以他這萬年總召 這些人很多人都在他底下 當過小弟的 那他當然對老科 這個悲愤他不太好動 老科也代理過民進黨的主席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當然希望說 你還是歇一歇 還是休息一下 那當然如果給他一個 給那個蔡其昌一個總召的話 蔡其昌選台中市長 會有個身份 不然他現在就陽春立委 那他的對手江啟成 人家是立委 立法院副院長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考慮 在賴清德的腦袋 裡面已經盤纖很久了 馬上就要行程了 馬上就要行程了 博弈你怎麼看 先講一下 立法院這個會期終於結束了 綠營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只能給他四個字 荒腔走板 完全不曉得幹什麼 而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 我個人認為 柯建民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柯建民到現在 他還是太過的目中無人 他不只看不起栽黨 罵國民黨 罵民眾黨是猴子 狂罵 他甚至連自己人都不放過 他還記得最早在選立法院院長那個時候 柯建民怎麼去罵民眾黨 怎麼去罵柯文哲的 但問題是那個時候是誰要選 是游錫坤想選 要知道民進黨如果沒有民眾黨的支持 是絕對拿不到立法院院長這個位置 但是柯建民一樣 照樣去攻擊白銀 讓游錫坤無法整合白銀 最後的結果呢 不只立法院院長達不到 連立法務委員都黯然自己辭職 到現在更加囂張 他直接無視賴清德的領導 當面給賴清德難堪 他講說領導者可以上情緒課 其實講這話就算了 他還故意轉過頭去跟賴清德講 我不是針對你 我覺得很白目 這故意的 這絕對是故意的 本來柯建民講完這個話 大家就聽聽而已 當你跟賴清德講完的時候 大家都說 原來你在跟賴清德講的 賴清德下不了台 再來呢 他還故意去爆料賴清德私下的決策 他說什麼賴清德當選總統後 就成立了立法院院長 跟副院長的改選小組 板明就伸手 想要介入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選舉 這種說法 直接先打鍊了卓榮泰 因為卓榮泰說沒有這個事情 總統完全不介入 先打鍊卓榮泰 接下來呢 還去讓賴清德的誠信跟威嚴 完全被破壞掉 代表賴清德講的話 根本是騙人的 這種行為 套一句 柯建民最常講的話 囂張沒有落魄的酒 沒錯 鄭文燦的下場 就是你最好的借鏡 大家要問了 那賴總統的反貪大刀 一揮下去 下一個要揮向誰呢 觀眾朋友 鄭文燦才被收押沒幾天 你現在看到這個人 是他的子弟兵 桃園市議員張兆良 也出事了 跪去的紅軍 現在因為官說違建 實在說大不大 結果他得面臨牢獄之災 放手速攤 是不是也順便清理派系呢 再來看到 藍營你不要心災樂禍 同一個時間 天坑連發的新竹縣 縣長楊文科 官商勾結 也被起訴了 哇 所以這一刀出去的話 該瑟瑟發抖的是一大群人 好 今天剛才有爆群的觀眾朋友 聽了嚇一跳 會以為開玩笑 怎麼會有議員 針對於違建跑去關心以後 變成官說 現在目前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在聲壓當中 對不對 實際上壓起來了 你如果是桃園的觀眾朋友 你一定聽過這個人 為什麼 他叫張兆良 他可能沒有全國的知名度 可是桃園人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之前桃園市長 鄭文燦的子弟兵 直接重點栽培的市議員 而且在龍潭 他是唯一的最高票 比國民黨另外三個議員的票都還高 而且選議員都還可以 你看看 有沒有 還有這個 他當然後來也選過一次立委 誰巴掌台 對嘛 蔡英文都來了 蔡英文怎麼來了 因為大哥在這 所以連結起來 就是說 他是蔡英文總統 他所支持的鄭文燦 所支持的張兆良 所以在地方 他是夠力的民進黨議員 結果因為 關收違建現在目前要升壓了 觀眾朋友 議員所謂違建案 常常接到陳情 你可以去問 博弈也在現場 但是問題是 今天有人來跟我講說 有這個違建案 譬如說我是既定違建 我有頂加 怎麼樣的時候 議員去關 其實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這叫選民服務 如果有人要被拆了以後 你跟我陳情 我就跟公務單位 跟監管處開個協調會 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那怎麼搞到要被關起來了 因為第一個 他是A0類 他是應該急報急拆 而且呢 他是一個要改成是 這個便利超商的店 在做的過程當中呢 本來要拆掉了以後 他跑去 叫這個桃園的這個龍潭的 這個區公所 先不要拆 那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沒有細節 可不可以大膽跟觀眾表報 也許有查到記錄了 也許是貪污自衛條例的 所以他就面對 跟鄭文燦一樣的狀況 那我跟大家講這個張兆良 因為他跟鄭文燦做連結了以後 他就多好啊 那親得的 抬抬抬抬對不對 鄭文燦我要把你抬 鄭文燦的執政 我也要抬 那你看理由 結果跳出一個楊文柯 剛好 楊文柯難道 也是擋住鄭文燦 2028的重要總統參選人嗎 對啊跟藍營 他是藍營的人啊 所以嘛 所以其實有了張兆良 在來了楊文柯以後 其實賴清德 他現在目前 可以說是放開減掉全台查的那個 是 清遇反而會回來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因為新的民調發現說 年輕人喜歡賴清德的比例增加了 對 年輕人基本上 一進到社會就是討厭這些東西嘛 關說啊 涉攤啊 拿錢啊都不行嘛 所以賴清德變賴清天的概念 現在問題就這樣 就是他賴清德的清 清查樹攤 得年輕票嘛 那所以你要知道囉 現在問題是 當陶雲也有的時候 新竹現在傳出來 你就很難說賴清德還有目前 賴清德當總統之下的檢調是 政治辦案 因為他顯然藍綠都查嘛 我今天不是只有查 如果你只有查楊文柯 然後724馬上高鴻安 明記長都沒事 你就對不攔白 那就正數一擊而已啊 就又有綠 又有藍 等一下之後可能還有白的情況下 大得夫婦也遵不成 那簡單講 觀眾朋友 楊文柯現場在新竹地方是頗受支持 而且連續連任的 但是問題是大家都知道啊 我先不要講楊文柯 我先講這個風財520 因為這個我們節目都有談過 你的工地旁邊外面 突然有車停那邊 就整個坍塌下來的 表示工地的品質不好嘛 那如果你住新竹 你就會知道 我們只是看到一次兩次 這個叫風財520 對 結果呢 工地是一路塌 這個風財520呢 他曾經裡裡外外 工地本身有塌塌 工地外面路也有塌塌 塌了巴士 天坑塌不斷 你怎麼可能一個工地 不斷塌巴士 那你塌巴士 你現在補作什麼 結果現在檢查 他要去查發現說呢 包含當時的公務處長 還有這個縣長 都透過隨後的電話 好像就幾度的都在包庇這個 風衣建設 他的風財520 所以現在楊文柯也要被送辦了 那你要知道 一路上下以後 大家回頭再看 楊文柯現在也被傳出說 你在當縣長期間的時候 雖然很多的縣民支持你 可是有一些縣政的瑕疵 現在看起來 斑斑可考 包含了工地 你有沒有包庇工地 現在簡單要查了嘛 看來大麻煩了 再來要被起訴了 那再來2023年的時候 竹北有一個瓦斯氣爆案 有一個16歲的年輕人 因為瓦斯氣爆嘛 整個身體都皮膚剝落 就搞了半天 救護車都一直不來 你們看到畫面 我們把馬賽克起來 我看到沒有 左邊那個就是 對因為全身都被那個氣爆 給灼傷了嘛 兩皮都燙得都掉了好不好 大家很緊張 對 等不到救護車 那這個是羅斯汀送動了 那麼好死不死 當時楊文柯人在日本 聚三顆球打高爾夫球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現場沒有顧好 憲民的基本安全 藍的打 綠的打 再來高華安 如果真的被起訴 判有罪的話 哇 藍綠白 只要打攤 射攤 通殺的情況之下 現在一劍三雕 一劍雙雕都很厲害了 還有一劍七雕 它的乙天劍怎麼這麼厲害 好 大家現在看到 因為賴清德總統在 那個鄭文燦事件 發生的第一天下午 去一個告別室 我也不太清楚 那個行程是什麼 旁邊站著林俊憲 他就跑出來跟大家講說 不得不然 有沒有 那天他就講他要打炸 他要樹灘 他要掃黑 可是到現在為止 其實基本上只能看到樹灘 打炸現在還是有很多詐騙 你掃黑 你台南的開槍人都還沒找到 我們等著看他結果 所以現在目前只有樹灘而已 但是問題是樹灘打炸跟掃黑 如果一路做到底的話 那台南要不要好好處理呢 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台南從盧渣88槍 到這次的林氏捷 又黑又金 而且有一天問題嘛 那你都已經回到台南跟大家講 對不好 市長站起來 立委站起來 大家都站起來 腳四股都不知道 那你就要好好辦台南給大家看 那如果辦得好 而且辦下去的話 那麼他的子弟兵林俊憲選 2026市長看起來 就越來越像 那這個事情就相對複雜 觀眾朋友 我直接給大家看 林俊憲 因為昨天已經開始起跑了 大家都一直想說 他是不是要選 你不用懷疑了 他就是要選 可是他要選的事情 兩個是 第一個 林俊憲他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第二個 那他的民調 能夠贏過陳廷飛嗎 不能贏的話 你知道嗎 要創黑的嗎 直接就沒收初選 有主席徵召嗎 那因為 觀眾朋友我提一個點 因為2019年的時候 總統是蔡英文 他要連任的時候 有人挑戰他 誰挑戰他 就是賴清德 賴清德為什麼挑戰他 他講說我們比民調 我們要初選 那你要挑戰蔡英文 都說要初選 你可以沒收地方的初選 直接徵召林俊憲不要 給陳廷飛選嗎 不就雙標了嗎 一句話說不夠 除非到時候陳廷飛 根本沒資格選 或者是陳廷飛 民調輸給林俊憲 對不對 那觀眾朋友 就是論事 因為還有兩年 現在目前最新的民調 因為他不會每天做了 離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的 最近的民調 我放給大家看 陳廷飛在台南的支持度 是41.6 就要跟你注意看這個數字 他一個人41.6 林俊憲才18.3 包安就不夠了 對半桿都還不到 對不對 還有一個黃帝宇 更低 16 那兩個加起來 還不到一個陳廷飛 那照這樣講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希望了 但是問題是 我剛剛講了 還有兩年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在立法院會跑來 法院比賽跑的郭國文 也是新潮流的 郭國文當了 台南市長部的書委 所以呢 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解讀好了 林俊憲呢 他為什麼要這麼早開始起跑 第一個開始起跑 其實他像台北啊 像高雄都沒有 因為他知道 他跟陳廷飛的民調 有一段差距 他必須讓台南市民 不要靠聽說 不要你去猜 我就是要選台南市長 而且我開始請跑 陳廷飛因為之前 八年前跟黃偉蛇 曾經選過 所以他六個 台南有六個選區 都有他的這個後援會 林俊憲沒有 所以他現在開始動起來 只要他民調到時候 能夠接近陳廷飛 那麼再由主席 賴清德的事實之下 林俊憲才有機會 贏過陳廷飛 選2026的台南市長 是 董哥你怎麼看 賴總統的以天見 以肅貪之名 斬斬斬斬啊 賴清德這一生 最討厭的人就叫陳廷飛 他不會討厭國民黨 誰誰誰 就是這個 那為什麼要這麼痛恨 因為其來有志 過去他當市長 他認為他在杯葛塔 然後到他要上一屆 的議員 議長選舉 他支持邱麗麗 結果陳廷飛的妹妹 帶著六席的 政格會台南市議員跑票 結果讓郭信良選上 他覺得這些薪酬救援 你根本就是來這一套嘛 所以他非常痛恨他 他們同時在地方出現 賴清德眼睛是不看他的 把他看作隱形人 那當然 大家也很清楚 黃偉哲那時候六年前要選舉的時候 陳廷飛也要選 賴清德那時候因為他在行政院了嘛 他已經先去了 那他那時候的想法是怎麼樣 如果現在就挺林俊憲 林俊憲 他子弟兵 林俊憲才剛當選立委不行嘛 還沒大支啦 對才一年多就要去選 所以他姑且就說 我就支持黃偉哲 黃偉哲沒什麼大拍戲 又比較聽話 你先幫我看索巴連 我遲早要給林俊憲 所以這一次的台南市長選舉 他當然想方設瓦 要讓林俊憲當選 他最大的目的就是 我要防堵陳廷飛 大家也知道陳廷飛 在地方上經營非常久 那賴清德 他有這樣的決心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台南 這幾年因為地方的情況 變化很大 兩天前才出兵 那個叫林士傑 他是拜關公的 他拜那個關公 他那個會叫做漢中會 我中於漢朝叫漢中會 陳廷飛是演馬祖的 那馬祖的我也要砍你 關公 馬祖都是中國 大鬥法 都是中國來的 各位可以看到賴清德 當然這是不其合一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告訴各位朋友 賴清德他一定會部署 而且會非常不中立的 去支持林靖縣 因為他幹黨主席最大的工作 要讓自己的子弟兵 尤其自己的政治的榮幸之地 一定要把他守護好 所以這一戰 當然對陳廷飛來講 他很有苦戰 為什麼 因為地方他的這些 五黨籍朋友很多 他經營也比林靖縣紮實 而且長久 但是因為賴清德既然 升了這個手的話 變成他很難 為什麼 因為他連政國會的 讓人都保不住了 都被政國會給開除了 對不對 那政國會這當然是一個表態 如果陳廷飛真的當選台南市長 政國會馬上奉他為掌門人 我告訴你 好 霍馨你怎麼看 我先看說司法上面的辦案 我沒有那麼特別覺得說 賴清德去特別的指示說 誰要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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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觀察的重點 因為我們在看司法辦案 你一定要看兩個關鍵人物 一個是檢察總長 另外一個是各地的檢察長 那你去觀察那個各地的檢察長 他們的性格如何 會決定他們的出手有多重 那因為現在桃園的這個檢查 地檢署的這個檢察長 于秀端是很有名的田娘子 其實從他派到桃園 就已經確定了桃園當年吃香喝辣 然後毫不忌諱的人小心點 因為于秀端出手 是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壓力的 那只要在背後的檢察總長 不要突然之間把它換掉 那桃園當初以為 鄭文燦可以照得住的人 我認為現在都在try it down 所以桃園的狀況 用這樣角度來看 可是他起了一個很重要的示範 那示範是什麼 各地一定都越越欲試 就想說桃園都能夠這樣辦 鄭文燦都能夠這樣辦 那我所在的地方 如果我不這樣辦的話 我以後的升官還有沒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說 我去各地指示 因為要各地指示 消息早就出來了 而是他藉由一兩個事件 然後不得不然啊 這些話語就能夠讓整個事情各地開花 反正你要知道賴清德本來就是姑娘 他本來就沒有什麼子弟兵 他的子弟兵像陳凱玲 陳宗燕 出世了也已經殺得差不多了 所以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的忌諱 沒有任何的忌憚 出手就出手 但是台南的狀況恐怕是最特別的 所以關鍵來了 陳庭妃現在支持度非常的高 而且他扎根時間太長了 他跟他在政治上面的合作夥伴 前議長郭信良 他們在地方上面的扎根都很深 但是去年底 郭信良已經因為貪污罪 然後被起訴了 所以他現在面對的是司法官司 那如果今天司法官司可以辦到郭信良 會不會有司法官司 也有可能會辦到陳庭妃呢 我們不知道 天下打亂 我們不知道 因為從他政國會開始先看起 政國會已經不再成為 陳庭妃的那個庇護的場所 而且也不會有任何的派系 敢去收留陳庭妃 他現在在台南 那是生死存亡的孤軍作戰 但問題是司法案件會不會燒到 我們不知道 因為至少已經燒到了郭信良 那燒到了郭信良 還會燒到哪些人 那燒到那一些人之後 在未來兩年變化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按照賴清德的那種固執的性格 我認為陳庭妃 被說中了 居然哥當我們今天大家一直在討論到說 台積年的法說會 結果到底是如何 就他公布說包括資本支出可能會上調 甚至是未來的這個COAS的產能會翻倍 所以大家不想到一個問題 那電真的夠嗎 電夠嗎 我們知道台積電是台灣整個 我們講晶片產業 甚至是經濟的火車頭 但是現在大家的問題是 你要增加所謂的廠房 你要增加所謂的晶圓 但問題是電到底在哪裡 所以他們今天 索隆泰在經濟的發展委員會裡面 突然提到說 我們要來一個大投資計畫 就是說歡迎世界各國 歡迎各個產業都來投資台灣 比如說你什麼資料中心 你所謂的這種外資企業 都來投資台灣 結果大家說 你的電到底要從哪裡來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包括我們的環境部長 這個彭啓明就想說 對對對 但核能其實也算是減碳的選項 他作為環境部講這句話 合情合理 對不對 他說我們不能排斥新的核能技術 各位啊 空歡喜一場 來 新的核能技術 左翁太說什麼 對對對 我們對新的核能技術 持開放態度 我們等一下給博弈來講 因為我上次才特別專訪博弈 博弈是我們這個前核資的工程師 對這方面特別懂 他說你開什麼玩笑 SMR這種全新的技術 請問一下現在有沒有 沒有 還沒有嘛 根本就還不能付出實踐 所以萬言實戰 賴清德這四年任期之內 我就是不要嘛 沒有人家說要 人家說要 只是我任期之內 他不會完成啊 所以你也不能怪我嘛 我很樂意去 比如說我也說 2050年可能會彙星撞地球 我很樂意被他撞 那我這個未來發生的事情 你怎麼會去講這個 所以但是各位 現在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台電不斷的在虧錢 不斷的在虧損 比如說那光是我們講 他們幾乎每年都2000億 2000億在起掉 那你說最嚴重的原因是為什麼 那很簡單啊 火力發電佔八成 各位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你綠能補不足 那你又不要核能 那就只剩一種選項啊 叫什麼 火力發電 然後你現在跟我討論供電減碳 你不是很錯亂嗎 對對對 叫大家來投資 然後我們要供電減碳 然後我都用燙的 都燙給你好不好 你那個海電 我全部燙給你 然後你看 所以包括黃昏偉批評說 你根本就是故意在 護航非核家園嘛 因為你把非核家園這個政策 事實上 俊強哥我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火力發電虧錢 那代不代表綠能 或者是非核家園一定就會賺錢 不等於嘛 只是說他這邊虧很大 然後這邊呢 吃很大 就是這樣子 那兩個都愛虧錢 基本上原理就是這樣子啊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被 有人形容說這樣的能源這次叫千瘡百孔 這是五音啊 你來看看 熱沉體感溫度43度 說停就給你沒電了 說好說好了 我們說好了 不是停電 只是跳電而已 每次都說停電 講幾次了 民進黨就這樣跟你講嘛 但是我們講內吳的民眾 可不這樣覺得 因為三千多戶 他就跟你講說 我們變電所又出了什麼問題啊 這一次不是松鼠了 松鼠這一次無罪 那時候說哎呀又陷入漆黑了啦 那你知道 各位 你有知道昨天晚上多熱嗎 拜託一下 你如果沒水沒電 然後呢停電 然後沒有辦法洗澡 然後全部都是冷水 各位你想想看 這個情況對外來講多嚴重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整個天下雜誌呢 現在進一步算出來說 更嚴重的事情還在後面 因為現在叫做2024年 那你想想看 等到我們的機組 陸陸續續處議之後 2025年還有一件事情 台積電我剛才不是跟各位講到嗎 資本支出可能300億 到320億美金哦 那產能要翻倍哦 那請問一下 他會出現什麼話 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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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規劃就五個廠了 那文藥五個廠要多少點 你知道台積電在2025年 他可能吃台灣的電 吃到百分之十幾% 那這種情況下 那就是平白無故增加 所以他們預估說 這個中央大學做的研究 很有可能夜間被轉容量率 會來到百分之零點四 但我跟你講啦 中央大學又錯了啦 因為我們政府 這是上面這條線 我們經濟部預估的 這是中央大學預估的說 會大停電啊 會跟當時 2021年那時候 大停電一模一樣 他說亂講 反正呢 一切都是樂觀預估 我們的被轉容量率 永遠都會在6% 7% 8% 9% 10% 跟你講不缺電不缺電啊 這問題是說停也就停了嘛 怎麼辦呢 這時候能種的電就給我用力種下去 光電雖然只能工作半天 太陽下山他也下班了 問題是光電板如何暴風式野蠻式的增長 長成這樣的亂象 因為事實上台灣的光電遇到一個問題 你如果說真的要達到20%這樣的目標 可能不知道要幾十個 甚至上百個台北市大小的土地 因為我們講幾十個上百個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他不可能全部密集全部都種光電 他一定是要零零星星分散的 但你看他們現在找不到地要怎麼辦呢 找不到地就找學校開刀 所以他們說全台灣現在都用校發電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在學校的屋頂上 全部都裝太陽能板 就夠你現在看到的 他們說未來呢 以前是不是叫班班有冷氣對不對 現在說沒有 我們希望班班校校有光電 全部你看光是一年 希望可以發3900萬度 甚至明年還要再砸其一億 不過各位講這不會停的啦 因為現在找不到土地 然後南部又出一大的亂七八糟 這種光電貪污的狀況 所以全部就會往學校這邊去發展 但你說學校 至少這個是民間單位 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頂多上面裝個太陽能板 也不會出什麼大意外嘛 但是現在連什麼 連國防部都在拍馬屁 拍什麼馬屁 我們國防部也來響應我們的綠能政策 通通都裝光電 好啦你營區裝光電我可以接受 但居然哥你知道我沒辦法接受什麼嗎 他們在站車棚 他們在那種長官的行政車棚 就是那種戰備處置 原本是要低調掩護掩飾 然後就說讓人家不要發現自己在哪裡 全部上面都裝太陽能板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樣會怎麼樣 火把星 等於是火把星嘛 你如果說中共要打過來 他不知道你營區在哪裡 他就從衛星看 這邊亮亮的 太陽能打下去 全部都知道了 你把自己原本應該要隱蔽的 應該要低調的 大錯特錯 對你要不要乾脆連花齡空軍基地的那個機棚 上面也裝一個好 來炸這裡炸這裡 你乾脆直接這樣講好了嗎 怎麼會把國防設施做這種事情 而且更離譜的是喔 你國防 國軍去裝所謂的太陽能板就算了 結果現在人家發現 不對 國軍他最忌諱是什麼 東西不能用中國的嘛 因為會有被滲透的疑慮嘛 對 結果他們連太陽能板發現 哇 一百五十八個暗場裡面有二十四個 他的逆變器上面寫什麼 Made in China 糟糕啦 中國至少 所以這各位有機會看到的 Made in China 全部都是 結果現在國軍才說 哎呀我們要查 我們趕快來查 我們趕快來查 我們講為時已晚 因為搞不好一大堆太陽能板 都已經裝了 而最後最慘的是什麼 他們唯一想出來的解決方法是 那如果缺電的話 我們找很多移工來 幫我們修電纜 絕對就不會缺電了 柏毅你怎麼看 卓榮泰說 新核能如果沒有核廢料的問題 他們絕對採取開放的態度 我跟那個行政院長報告一下 不要說給賴清德四年啦 你給賴清德四十年 我跟你講 這個技術恐怕都發展不出來啊 我跟你講那種新聞報這麼 我都知道這個技術叫小太陽 叫核融合 對核融合 到現在根本連個影子都沒有 對 那個控制不了的東西 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講差話 真的講到連自己都相信了 我不知道 把民眾當傻子啊 有講跟沒講一模一樣 要知道實不實用核能 應該是科學考量 但是民進黨硬是把它搞得 變成政治考量啦 為了配合蔡英文 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 管理台灣適不適合用 所謂的太陽能風電 它就是要推行到底 要知道美國現在都還在蓋 核能發電廠 更不要說日本在2030年時 他預計核能發電 要占全國總占比20% 南韓更是取消了之前 去核電政策 他認為在2030年的時候 核電佔比要達到30%更高 但是看看我們的賴政府 看看我們民進黨政府 堅持零核電 核電廠不研議 然後呢 要將天然氣發電提升到50% 跟各位報告 天然氣發電跟燃煤發電 都是火力發電 一樣會排炭 一樣會污染環境 世界各國是拿天然氣發電 當作過度的手法 但是我們民進黨政府 居然把它當作 解決能源問題的解方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 完全跟不上時代的潮流 而且更不用說 根據計算 如果核二核三廠能夠演繹 估計10年內 可以幫台灣審下一兆元的成本 一兆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這是對政府 對民間都非常有幫助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之前不管是李遠哲 曹新成 佟子仙 甚至連經濟部長郭智慧一開始 都說他對於核能是不反電 對於核電廠的演繹 都是可以考慮的原因 就是因為產官學都知道這是好東西 但可惜的是 只有賴清德賴政府不知道 因為意識形態 政治利益 管理台灣是不是跳電停電 管理台電的備轉容量 是不是頻頻發出城市的警戒 管理台灣的山坡地 餘溫 學校 軍隊 是不是插滿了太陽能光電板 錯誤的政策 他們堅持要推下去 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未來 根本不在他們考量之內 是 鋒欣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最近天氣很熱 台電天天都在走鋼索 多人不曉得 其實昨天我們的台電 在傍晚的時候 又進入了橙色警戒 多危機啊 我們的當時的備轉容量率 是不到6% 其實你去看台電的官網 我這邊其實有截圖 它的那個 備轉容量率 第一不到6% 然後它自己也已經 發出了橙色警戒 然後那個時候的這個 使用率已經到了95% 所以這一切其實都代表著 昨天傍晚的時候 其實是壓力非常大的 那我最近注意到了一個現象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是只要台灣 那個夜間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 它的那個備轉容量率 到了6% 7% 8%的時候 一定有地方跳電 跳電喔 我不是說它缺電喔 可是就一定會有地方跳電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而昨天度過危機還有一個方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南部有一個叫做大零發電機 火力發電 對 火力發電 那這個5號機它是用天然氣的 那這個5號機因為老舊了 所以它比較容易排放污染 所以已經答應了高雄人說 我們現在都不用 我們只有緊急的時候才用 我們偶爾定期測試 我要告訴各位 昨天很特別的 它就特別的定期測試 所以昨天它發了200多萬千瓦 就立刻幫助了 我們度過了陳色危機 可是你能夠天天定期測試嗎 你能夠天天定期 有一些地方跳電嗎 那只要天氣熱 我要告訴各位 每一個禮拜三禮拜四 請大家都要小心注意 因為只要天氣熱 然後又是禮拜三禮拜四 會是我們的用電高峰 然後傍晚5點左右 請大家準備好 因為其實就不知道 什麼地方會輪到跳電了 今天7月18號是台積電的法說日 怎麼變成了股價屠殺日呢 台積電股價一度灌破了千元 尾盤拉回來 拉回1005 為什麼會這樣 前有川普的保護費 後有拜登對中國晶片 祭出更嚴厲的管制 硬生就殺到了晶片股了 從台積電到揮答全趴 不過我們錄影個同一時間 傳來台積電法說 交出來的亮眼的成績 他第二季的盡力 年增36% 大大的超過市場的預期 這麼強勁的基本面 你不用怕了 今天我們要問的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反過來思考 台積電股價 我們怎麼看待它 可以拉回找買點嗎 事實上美中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經濟大戰跟貿易大戰 不會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有所停 你知道嗎 現在傳出來講說 連拜登政府都已經點名 艾斯摩爾跟東京威力科創 他說如果你們繼續提供 先進半導體的技術給中國 將會擴大幹嘛 你知道實施一個叫做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叫做FDPR的政策 簡單來說就是對你的產品的東西 做出這個所謂的管制 這個是美中的科技戰再升級 觀眾朋友 你要知道這兩家公司 艾斯摩爾我們知道是荷蘭 還有日本的東京威力科創 這都是全世界最最最重要的 半導體設備商 相關的材料提供者 居然從最上游去鎖你 就是要把中國勒脖子勒到斷氣 當然我覺得這個跟所謂的川普 在最近不斷拉高 他對於中國大陸這種 對抗的這個態勢有關 所以拜登他也必須要出手 但問題是這些做法你知道嗎 拜登跟川普對於半導體的這些東西 居然造成我們台積電的這個股價 上下震盪 你看像今天開盤的時候 暴跌42塊 是以988開出 最後雖然做收是在105元 但是你知道 有一些這個股民就會擔心 講說你看台積電 ADR下挫 然後艾斯摩爾也跌 這樣我也沒有辦法 可以抄底 結果你知道嗎 居然有好多網友就跟他講說 你是在怕什麼 台積電的底氣很好 你根本不用擔心 底氣在哪裡 我再跟大家讀一遍 在今天的台積法說 第二季的盡力交出年增36% 大大超過市場的預期 那你要問了 放眼第三季呢 會好嗎 底氣在哪裡 連軍一個一個說給大家聽 當然現在對台積電來講 你看喔 他幾個主流的這個所謂的廠商 或這個往來的這個對象 到目前為止都是全世界 直扭耳的這些單位 沒錯 所以就發現到像蘋果 輝達這些產的 台積電也都有啊 再來是什麼 你知道三奈米的訂單 也供不應求 對 全世界幾個廠商敢跟你講說 我現在三奈米進入到量場 還跟你講說我可以供不應求的 大概也只有台積電 可以這樣拍胸土吧 甚至呢也傳出他的二奈米的部分 在本週會進行所謂的市場的一個狀態 那蘋果的M5晶片呢 現在也搶到了2025年的這個頭單 那就代表什麼 後續的訂單其實都已經告訴你 講說我的東西在這裡 那產能的部分 你還需要擔心嗎 穩住 現在大家要觀察的就是 年底誰能夠入主白宮 會是拜登繼續做嗎 還是川普的強勢回歸 我們現在說川普好了 川普怎麼突然間 這麼瘋狂的說你台灣要繳交保護費呢 這個說法當然引起很多人會覺得說 天啊我們不是跟他們是好朋友嗎 是啊 而且台積電不是我們的護國深山嗎 我們也去了啊 川普你幹嘛這樣做 對 結果十百名副他就講說 其實這個東西居然跟郭台銘有關 為什麼跟郭董 十百名副的說法是說 2018年的時候 當時有個企業家 曾經 畫面上的這一位有沒有 你還看到那個時候 川普跟誰 旁邊那個就是郭台銘 大家在威斯康辛州這個地方 要幹嘛 他說我台積電要投資 所以我要破土典禮 我要動土 我們開始興建園區 但是呢 十百名副說 因為最後這些所謂的投資是跳票了 那導致呢川普在那個選舉裡面 因為你本來跟人家在那邊破土典禮 他動土典禮應該覺得說 我應該是沒有問題 你掛保證了 但是你跳票之後 居然在這個地方 輸掉了選舉人票 所以十百名副認為說 川普你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動了氣 才把這個說法呢 弄到了台積電的這個身上去 勾起了我們對這個新聞的回憶 到底跟郭台銘有沒有關係 給大家當個參考 再來 那我們來看看 拜登 拜登一直在那一場辯論之後 被人家嫌說 他身體一直都是被打上問號的 是 其實你知道嗎 拜登的身體狀況 還不是只有在那一場辯論被質疑 他好多場合都被質疑 結果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現在走上飛機 步伐非常的緩慢 而且還要扶著這個 才能慢慢的往上走 他怎麼了 為什麼有這個畫面 你記不記得他之前還在講說 如果有醫生說 我這個身體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我就退選 結果這個話才剛講完之後 他居然就講說 我確診了新冠病毒 他就確診了 是 結果這個畫面就拍拍到 就是說 這個慢慢的走下去 當然了 現在確診的這個東西 以目前醫療上面來講 當然 是不是有太大說 什麼性命危機 尤其美國總統來說 他一定有醫療團隊 是 但是怎麼這麼巧 你才剛講說 如果健康狀況有問題 我就考慮退選 結果隔兩天 你就立刻就確診了 這樣是不是高姆亞公 如外面評估的 川普強勢入主白宮機率大增了呢 那我就問 不管是川普 不管是拜登 現在真正該色色發抖的 不會是郭台銘 不會是台積電 會是中國啊 所以現在的美國政府 你看 既五月份調高 中國電動車關稅到 102.5%之後 現在美國商務部 八月的時候 也要限制中國 聯網汽車的軟體耶 而且不只是美國 現在做這個事情 你知道 英國現在也考慮說 那我們就跟歐盟 大家一樣 加徵所謂的中國電動車的 這個關稅 而且再來 其實為什麼大家 針對他的電動車 一直在開刀 因為他的售價真的非常非常低啊 結果你知道 中國大陸的網友 就爆出來講說 為什麼車價可以這麼低 因為呢 他們這個所謂的 做車子這些企業 他們殺價競爭 你知道 所以最後乾脆 車規級的晶片 我就不用了 我就用便宜的工業級的晶片 你知道 但因為你是便宜的工業級晶片 老實講 你看像車用晶片在判讀 比如說我們像跟車這些東西 他都非常需要精密 因為這個東西 都跟人的生命安全有關嘛 可是呢 現在他們就直接講說 你不是車規的晶片 那你沒有經過測試啊 你怎麼知道這個車規晶片 感覺上外表長得都一樣 功能也都相同 但問題是 實質上起來的時候 那個只要一點點的誤差 可能就會造成你人命的喪失啊 結果你現在看得到的是 如果中國大陸的這個車子 原來之所以可以這麼便宜 是用這種另外規格的東西進來做 就什麼沒後悔啊 你村的國家 你真的敢放心 讓這些車子啊什麼 進入到你的市場嗎 好 放心我們看到了 今天台積電股價 陷入了千元保衛戰 可是收盤之後才發現 哇 人家交出超亮眼的成績 那個Q2 36% 遠遠高過預期 可以拉回找買點了嗎 好 我先說一下 因為現在的半導體科技股 在全世界面對三大刀 第一個叫做川普屠龍刀 第二個叫做拜登倚天劍 第三個就是科技股 川普現在面對的轉換到 中小型谷的風格轉換刀 為什麼講錯這三大刀 第一個其實川普 這是我們大家最熟悉的 其實川普在對於台灣 要不要保衛這件事情上面 他展現出對於台灣的不友善 這個不友善你要小心注意 因為這一次共和黨 他們開這個全代會的地方在哪裡 在威斯康辛州 那大家還記得嗎 四年前的時候 他當時很開心地去動工的 那是跟富士康一起動工的 威斯康辛州 就是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的投資 完全不如預期 從一百億變成只有八千萬 然後呢 這個創造的工作機會寥寥可數 已經被拜登笑了兩年了 所以我覺得對於川普 他雖然不會公開地說 但一定忌恨在心 他會忌恨 所以才會特別選威斯康辛州 來開全代會 而且他對於台積電 他比較注意 他講台積電這件事情 不但說他搶走了美國的生意 而且他說 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做什麼嗎 他們現在拿了我們 數十億美元的補助 然後在美國蓋廠 可是我告訴你們 他們蓋完廠之後 收拾收拾又會回台灣了 之言下之意 拜登所承諾的那數十億美元的補助 還會不會有 要打一個問號 所以這確實對台積電很傷 但是昨天對於半導體 那個狂殺大屠殺 最兇狠的其實是拜登政府 因為布倫布的報導 彭博的報導說 拜登政府現在 因為覺得我要掐住 這個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發展 可怎麼掐不住呢 你荷蘭偷跑 你日本偷跑 而且他點名了荷蘭的艾斯莫爾 點名了日本的東京威力科創 我要告訴你他們更慘淡 艾斯莫爾一天跌了13% 那東京的威力科創這家公司呢 前一天跌了7% 今天再跌8% 你就知道他們受傷 比台積電還要來得重 所以今天晚上 在美股交易的台積電的ADR 大家去查TSM代號 你去看它 因為在原本今天凌晨的時候 它的盤後是有漲2% 如果現在我們看到今天晚上 它如果漲幅沒有超過2% 那我要請大家小心注意 也許那個修正的幅度 會稍微大一點 可是行情走完了嗎 沒有 我們先以10% 作為一個觀察點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篇 挖真相